大家可能问的问题最多的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除以40的这个什么东西是吧 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有一个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REM的这个设置里面啊 这个设置啊这里面有个事实啊 这个事实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你量的一个尺寸除以多少转成REM 没有没有 这个事实的话就是说你量的一个尺寸 除以40然后转成REM 是吧 那你说这个除以40那你的基准难道不是不是20吗 怎么是40呢是吧 好那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JS是不是20啊 JS就是动态的设置我们的这个FullSize是20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是iPhone6的时候啊 iPhone6的时候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20PX啊 所以说ERM是不是20啊 ERM是20是吧 那为什么要除以40呢 是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个页面上量的时候 看一下 这个图是不是大一倍的 是吧 这个图是不是大一倍的 好我们量它的高是吧 这个高度是多少 这个高度是不是100啊 高度是100吧 高度是100的时候我们 怎么样 做的时候要用50来做吧 所以说100是不是先要除以2啊 除以是吧 除以2 除以的时候等于50 50之后50再转成REM吧 50转成REM的话是50再除以20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相当于是100除了2再除以20 是不是就除以40了 没有啊 没有啊 那么这个地方就写的是4啊 是吧 就是40啊 这地方是40啊 然后我们的REM都是以20为基准的啊 大家要20算就行了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的样式写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2.5是吧 2.5你按20算 这个地方是不是50啊 是不是50 它基准就是50吧 那么就基准是50吧 我怎么做50啊 因为我的图是大一倍的嘛 一样你是按50来做的吧 不是按100来做的 明白没有 这明白吧 就这样的一个啊 要稍微想一下啊 就是算的时候啊 算的时候量了尺寸啊 如果说啊 如果说是这么做啊 如果说是怎么呢 如果你把它啊 这个地方改成20是吧 改成20的话 那么它就自动的除以20 那么你怎么做呢 你量一个尺寸是吧 你量完一个尺寸之后 先把它除以2 然后再写上 写上50是吧 然后就变成2.5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20的话是实际上直接帮你算的 是吧 你就量多少就写多少就完了 是吧 你量的尺寸实际上是大一倍的 明白没有 你量的尺寸实际上是大一倍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按理来说你应该写50 是吧 不应该写100啊 那么你写100的话 它自己帮你算了 就是再除一个2 那么就是除以40啊 好 就这个原理啊 大家大概再想一下就差不多了啊 好 这样的一个啊 好 基准的尺寸就是 这个HTML 这个上面它的这个风度杀子就是20 那么EREM就是20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那么大家如果能做这一步的话 就基本的原理大家都清楚了啊 基本原理大家都清楚了啊 那么下面的这个做的制作的这个东西啊 就基本上什么呢 就是重复的原理啊 重复的啊 跟我们布局里面重复的原理是吧 只是说我们在输入PS的时候怎么样 它自动给你转成REM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啊 接着往下看啊 好 这个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做啊 好 那么的话实际上我们刚才忽略了一个什么呢 忽略了一个观看整体的一个结构分析啊 结构分析没跟大家说啊 假如我把整体的再看一下啊 好 好 那么这个页面的话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它是三块啊 上面一个条是不是应该是 固定在上面的吧 这种啊 下面一个条是固定在下面的啊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滚动 滚动这个垂直滚动条的时候怎么样 是中间这一块在滚动啊 上下这两个条实际上怎么样呢 实际上是固定不动的 是吧 它是这种上中下的这种三块的这种布局啊 这种布局的话是比较典型的一种布局啊 比较典型的一种布局 我们在移动团的话经常看到这种布局啊 那么的话 这一块固定在下面 我们可以怎么做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这个什么固定定位来做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固定定位的话 那么可以把它什么 用个bottom等于0 是否可以定位到下面来啊 定位到下面来啊 定位到下面来啊 定位到下面来之后 那么这个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 有个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页面如果放到微信里面 那么这个固定定位有时候会失效啊 这是微信里面的bug啊 就是固定定位的话 我们放在微信里面的话 固定定位的那里面的按钮 可能就不能点了啊 这是微信里面的一个bug啊 好 微信里面有这个bug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固定定位来做啊 不能用固定定位来做 好 那么我们之前有很多项目 碰到这个问题 就是按钮不能点的 放到微信里面啊 这是一个bug啊 那么的话 碰到这种问题 我们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实际上还有一个 很经典的一个解决方法啊 一个经典的解决方法是 应对这种山 什么上中下这种 山 山南什么 山链的这种布局啊 山行的这种布局的话 有一个比较经典的方法 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在外面 加一个大的DIV 整个外面包一个大的DIV 包一个大的DIV 然后把这个DIV的话 把它的大小变成什么呢 跟这个屏幕一样大啊 跟手机屏幕一样大 然后这几块用什么呢 绝对定位来做 这几块相对于那个大的DIV 用绝对定位来做 是不是好做啊 也好做啊 是吧 好 外面那个大的DIV怎么样呢 如果是这么高这么宽的话 那么绝对定位的话就 这个设置一个bottom也可以是吧 放下来吧 放下来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 整个大的一个什么呢 框架啊 那么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什么 在外面再包一个大的DIV啊 好 刚刚我们是怎么做到这里了 是吧 管一下啊 好 这个是吧 好 不要搞错了啊 文件不要搞错了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整体的什么呢 整体的给一个大的DIV 把整体的包起来 整体的包起来 比如说这里拿一个 这个DIV啊 这个DIV啊 这个DIV 然后它的类名呢 一般起为什么呢 比如说拿一个什么 main 什么呢 RAP 是吧 RAP是包裹的意思吧 包裹的意思啊 它是一个大的什么 包裹所有的页面的一个DIV啊 好 那么这个DIV的话 好 我们怎么写它的样式呢 是吧 这个DIV什么呢 要让它 等于这个什么呢 让它是和这个 整体的这个 手机的屏幕完全一样大啊 一样大的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DIV啊 好 那么这个DIV的话 它也有一个很 很好的技巧啊 有一个什么 约定数成的技巧 就是让这个DIV 等于整个这个屏幕的大小啊 我们来写一下它的这个样式啊 它样式怎么写呢 先把它写过来啊 然后放到这个main.334里面是吧 好 main.334啊 我们老师点不到呢 好 main.334 好 那么我们放到最前面是吧 最前面啊 好 这个main.334 那么它是 它的样式怎么写呢 那么这么写啊 给它拿一个position 把它定位一下啊 定位一下 position给它拿一个absolute 绝对定位 是吧 我们说固定定位是不是有问题啊 好 我们用绝对定位就没问题啊 绝对定位之后 那么这个main.334 它相对的参照物是谁啊 是不是body啊 body啊 相对参照物就是body啊 好 那么的话 好 body 完了之后的话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讲到我给它背景色 给它看一下啊 曝光的color啊 给它拿个go的吧 go的 好 好 那么给完之后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有个背景色 是吧 好 接下来怎么做呢 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 怎么做呢 拿一个什么呢 比如拿一个什么 left left0 left0px 是不是靠左0啊 是吧 好 然后是什么呢 拿一个right0 那么你这么写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盒子 人为的拉得怎么样呢 左边右边都靠起 有没有没有 左右都靠起啊 好 然后是top也给个0啊 botton也给个0啊 这是它里面一个技巧啊 四个边是不是都是0啊 就刚好让这个div怎么样 就人为的 通过这个定位 把它拉到什么呢 和四个 这个浏览器的四个边都靠起啊 这样就可以 是不是可以拉到一个什么呢 和这个浏览器的 这个大小完全一样的一个div啊 这是一个什么呢 它里面的一个技巧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 这么一样的一个大的div 是不是就做好了 这个div的话 它是用定位的方法 通过left right top和bottom 都是0 怎么样 让它什么 让它完全和这个 手机屏幕的大小 完全一样大 这是一个技巧啊 这里面一个技巧 好 这个技巧做完之后 怎么样 我们其他的是不是可以相对它来进行定位啊 相对它来进行定位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把其他的两块做出来 我们刚才是把头部这一块做出来了吧 头部这块做出来了啊 好 我说可以把中间这一块和下面这一块做出来啊 好 中间这一块的话 那么就可以写一个什么呢 也是相对它来进行定位的是吧 对 那么中间这块可以什么做呢 那么就是这个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center啊 center 然后是con吧 center con啊 这中间的那个div啊 中间这个div啊 然后的话 这底下这个有一个条是吧 底下的话 这拿一个footer是吧 footer啊 好 这三个div是吧 三个div啊 这个头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是吧 好 这个center.con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啊 center.con啊 好 center.con的话 那么它怎么写呢 这么写啊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center.con的话 我们可以啊 把它写到这里来啊 写到下面去吧 就是 每一块的样式放一块 最好是吧 啊 放一块 然后可以注视一下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顶部的样式啊 顶部 顶部的样式啊 好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是中间的啊 中间啊 滚动区域啊 滚动区域的样式啊 好 这个center.con是吧 center.con啊 好 这样的是吧 那么的话 它呢 也是用定位来做了 是吧 它怎么定位呢 它来个position absolute 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这个center.con 它的负极是什么呢 是 是绝对定位的吧 所以说 它是不是可以相对它来进行定位啊 是吧 那有人说 你不是相对定位吗 绝对定位也可以 明白没有 啊 绝对定位也可以啊 我们复习一下前面的吧 趁机复习一下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定位啊 好 定位的话是什么呢 生成绝对定位的元素 是吧 那么的话 元素脱离文档流 不占据文档流空间啊 那么的话 相对于什么 上一个设置的定位的负极 来进行定位 明白没有 设置的定位的负极 那么设置的定位 那么这个负极可以是什么呢 可以是相对的 也可以是绝对的 也可以是固定的 明白没有 是吧 任何一种的话 它就可以相对它来进行定位了 不仅仅是什么相对的 只是相对我们用的比较多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什么呢 绝对定位啊 我们就可以相对它来进行定位了啊 那么这个生的 也是由恩 那么是绝对定位 是吧 那么它就以它为参照 然后的话 什么给呢 一样的 技巧一样的啊 Left的0 是吧 然后怎么样 Left 0 是不是可以啊 好 写规范点 那么写0 PX吧 好 左右是不是对齐了 是吧 好 再看一下 上下怎么动 上下的话 看这个效果图 上面怎么样 上面这个是不是 整体的是什么 100啊 是吧 它不可能是 上面是0吧 上面0是被它盖住了 是吧 上面的话就是100吧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套普怎么样 套普是100 PX是吧 转成REM吧 是不是这么多啊 好 再来个Bottom 是吧 Bottom的话 那么下面是吧 下面这个地方 怎么样 怎么样 也是什么 这个100吧 是吧 这也是100啊 这高度也是100啊 这高度也是100啊 我就不量了啊 这高度也是100 那么Bottom的话 也是100PX 是吧 转成REM8 这样子啊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然后来个Pink 好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中间这块 是不是做好了 中间这块做好了啊 好 中间这块的话 那么实际上 它还有一个什么特性呢 它是可以产生滚动条的吧 对 产生滚动条的啊 好 如果说中间这个里面的东西很高啊 它有滚动条啊 好 好 我们把下面这块也写上吧 比如说这个Footer是吧 点Footer啊 Footer啊 Footer的话 那么它的宽度啊 好 它的宽度的话 是百分之百是吧 百分之百的宽度啊 现在的话我把它要定位一下 是吧 Position给它来个什么呢 Absolute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行内块了吧 行内块它的宽度百分之百就不起作用了 是吧 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设它的宽度啊 设宽度啊 我可以用Left和Right也可以吧 Left和Right也是左边靠起右边靠起也可以是吧 那么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技巧啊 那么也可以设什么呢 宽百分之百也可以吧 宽百分之百也行啊 这么一设也行是吧 那么 唯一一点的话 什么呢 它这个什么呢 高度啊 高度的话 是不是100呀 高度100PF10啊 转成REM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的话 它这个是固定定位 是吧 绝对定位是吧 然后它的什么呢 Left应该是0是吧 Left是08 好 然后来个Bottom是0 是不是这样的啊 Bottom是0啊 那么这个百分之百的这个块 是不是距离底下面是0呢 距离左边是0啊 那么它就放下去了啊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啊 这个是拿一个白色吧 是吧 白的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做好了啊 是吧 是3块就做好了啊 好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做法啊 比如说我换一个 比如说换一个iPhone5啊 这样子啊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就是稍微的测试一下中间这一块啊 中间这一块 中间这块 如果说这个元素很多的话 它会产生滚动条 是这样子啊 滚动条啊 那么这个中间这块还有的 还有一个设置 还没有设啊 好 中间这块目前没有东西 是吧 目前没有东西啊 假如我拿一个DIV吧 啊 啊 我写点东西是吧 冬天写点东西 比如说这哪一个 这是什么 这个文字吧 啊 这个是 网页文字啊 好 我这里多给点东西是吧 这里面给个什么 换行吧 是吧 换行啊 多给点换行是吧 好 目的就是为了把它撑开 明白没有 把它撑开啊 好 整体的什么呢 是这样的啊 不是撑开啊 这是一个经典的做法吧 是吧 是吧 好 这么多是不是撑开了 把这个DIV撑开了啊 好 这个DIV撑开之后 我们再来看它的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 那么是这位有网友文字啊 是吧 你看一下 不对吧 这个不对吧 是吧 这个应该不对啊 不应该是这样子 是吧 不用这样子啊 好 不用这样子 那么应该是怎么样呢 应该是给它一个什么呢 给它一个overflow hidden吧 是吧 那个overflow hidden啊 overflow hidden啊 overflow hidden之后 再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好 那么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虽然说这个是overflow hidden 是没有 没事的 是吧 但是滚不动了 是吧 是吧 是不是滚不动了 好 滚不动了之后 那么应该是不是offflow hidden的吧 应该是什么 offflow什么 outube吧 是吧 outube啊 outube 好 outube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是吧 是没问题啊 是吧 好 滚中啊 好 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还有一个 呃 比较讲究的地方 就是 如果 如果用outube的话 它有时候似乎会出现横向滚动条啊 就是如果我这个内容比它宽的话会出现横向滚动条啊 那么碰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这么做的 我们是强制让它什么呢 只有纵向滚动条 没有横向滚动条啊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什么呢 实际上可以拆开来写啊 拆开来写啊 那么在这里可以讲一下啊 拆开来写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它拆开成两条啊 比如说是 overflow啊 overflow然后有个Y 这个是指的什么 这个是纵轴啊 纵轴的话 overflowY的话给它拿一个outube啊 然后的话 overflow overflow X啊 给它拿一个怎么呢 hidden 看到没有 就是 L轴方向的话就不要有滚动条了 就直接拆切就行了啊 Y轴方向怎么样 就outube啊 好 这是一个技巧啊 这个是指出现纵向滚动条啊 指 指是 指自动 自动是吧 出现 出现 竖向啊 竖向滚动条啊 竖向滚动条 不出现 不出现横向滚动条啊 不出现横向滚动条啊 是这样子的啊 它只自动出现竖向滚动条 不出现横向滚动条啊 就这个设置啊 就是把它一条拆成两条吧 把一条拆成两条啊 好 好 再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比较 符合要求了啊 如果横向滚动条的话 它就没有啊 那就是这个什么呢 我们经常什么呢 操作的这个这种布局吧 那再看一下中间这个圆圈啊 这个小圆圈是什么 实在是手指啊 它模拟的是手指是吧 我们操作移动单不是用鼠标吧 是用手指操作的吧 是吧 这个圆圈是个手指啊 实际上是代表的是手指 手指在这里滑 有没有是吧 手指在这里滑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整体的大的这个布局呢 我们就完成了啊 那么接下来什么 一块块的做吧 一块块的做啊 那么有人问你 这个这个好像没有定位啊 这个上面这一块没有定位 这样的啊 那么没定位的话 它它是什么 按照文档流里的排吧 文档流的时候 它就是在最上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因为它最开始写嘛 这个是不是最开始写啊 最开始写 它是不是就在最上面呢 所以不用定位 不定位都可以是吧 它就在出现在最上面啊 那么你不定位的话 这个不 这个不影响它吗 这个没有影响是吧 因为我把它定位下来了吧 定位的离它什么呢 一百的宽吧 一百的这个距离吧 一百PS的距离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转成REM是2.5吧 是吧 实际的是啊 实际的尺寸是50PS是吧 50PS的这个距离啊 我已经把它定位下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定位的话 是通过这个什么 这个啊 这个是吧 这个COP值吧 直接把它拿下来了啊 它们两个就是什么 不会互相影响的啊 好 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 就做到了什么 这个三块内容都做好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就一个块的往下做是吧 那么首先是这上面这块内容 我们已经做好了 接着来做这个中间这块内容是吧 好 中间这块内容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Sinter 这个CON里面来做吧 记得要放到这里面来是吧 那这个测试的这一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去掉了 不要了啊 好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做一下中间这一块是吧 中间这一块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做呢 就是这么做啊 中间这一块的话 那么就是上面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幻灯片吧 是一个幻灯片啊 那么是一个移动单的幻灯片是吧 好 这个幻灯片的话我们来量一下是吧 大概的这个宽应该是百分之百啊 高的话是 高的是280是这样的啊 高280啊 好 那么中间这块的话来写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是 这个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slider吧 是吧 这是一个slider啊 点slider啊 slider 好 slider啊 好 那么这个幻灯片的话 里面也是有很多张幻灯片吧 是吧 然后还有这些小圆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是不是小圆点啊 这个很小的小圆点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移动当的幻灯片一般是没有左右箭头吧 我们是用手指直接滑是不是这样的啊 手指滑的 不点那个左右箭头的啊 那么左右箭头一般是没有的啊 好 这个小圆点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 在这里也做不了 让它动啊 那么我们在后面讲到GS的时候 再让它动起来啊 我们用了一个框架来做的啊 一个框架的话 那么这个小圆点 它自己可以生成啊 自己可以生成啊 我们讲到框架的时候 再让它动起来 好吧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 大概的先做一下啊 就把这个图片抄进来啊 先做这个 这样一个结构就行了啊 比如说Image Src等于这个Image 是里面的这个slider是吧 点JPG啊 然后alt的话 等于什么呢 这个换灯片啊 好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那么我来看一下 这个slider是吧 这个slider它样式应该怎么写啊 放进来之后 那么应该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个图片肯定是大一倍的 是吧 看起来啊 好 这个slider可以这么写 是吧 slider啊 slider的话 再写在这里面来是吧 合作它一起写吧 是吧 好 点slider啊 slider啊 好 slider的话我们怎么写呢 那么它的宽 是百分之百 我可以不写是吧 这得不写百分之百啊 高度可以写一下 高度是两百八十八 两百八十PX 然后回收是吧 就是7rem是吧 好 好 这个高度也写了啊 高度写完之后 那么接着来写这个里面的图片 是吧 里面的图片的话 实际上是跟我们刚才那个logo一样啊 把里面的图片先写成什么呢 这个宽度等于百分之百就行了啊 比如说点slider里面的emerge吧 好 然后这个slider 目前它的宽度就是等于整地的宽度吧 这是750的宽度是吧 不是 是375的宽度啊 说错了 是375的宽度是吧 那么我把这个imagi它的宽也设成什么呢 百分之百的话 怎么样 它是不是就是375的宽度啊 好 它变成375的宽度啊 它变成375的宽度的时候 它的高度怎么办呢 高度它自己会等比收放吧 自己会等比收放啊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好 这样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幻灯片是不是就做好了啊 幻灯片做好了啊 自己就啊 这个图像实际上也是按比例设计的啊 按比例设计 它是按照750来来做的 是吧 你把它什么呢 缩成一半 它的高度的话也缩成一半了啊 这样子 好 这个幻灯片的话 那么这样子就做到这里了啊 那么后面我们做这个什么呢 这个幻灯片的时候 直接用一个框架啊 直接套一下框架就生成了啊 让很方便的啊 移动端的 套一下框架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就做成这种效果就行了啊 其实做成这种效果 好 关于这个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结构吧 下面这个结构啊 下面这个结构的话是什么呢 是一个 一个菜单是吧 相当于是是吧 那么的话菜单的话 那么有八个是吧 八个菜单啊 八个菜单的话 那么整体的话什么样呢 整体的高度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有时候量的不准 我可以什么呢 用切片来量啊 切片已经切好了 看到没有是吧 好 比如说我把切片删一下吧 可以切片 好 切片的话 用切片选择工具 选择一个切片 按滴滴的键 是不是可以删掉啊 好 好 切片工具也可以量是吧 我用这个切片工具啊 切片工具的话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把它拉一下是吧 拉这里来啊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对齐是吧 好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地方对齐了吧 是吧 好 然后下面 下面这里啊 下面对齐了是吧 好 然后的话来看一下 这个我双击一下它是吧 双击一下它之后 那么它的高度是370 是不是这样的啊 370啊 我直接写370 不就行啊 是吧 370啊 它的高度就是按照它大小来写啊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它距离上面 是不是有个间距啊 间距啊 好 这个间距的话是 是20吧 是吧 20啊 好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这个中间的背景色啊 这个这个灰色是不是中间的背景色啊 看一下 这是灰色啊 是吧 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颜色给到这个中间的那个容器吧 是吧 好 这个颜色啊 这个是吧 是不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的话给到中间这个容器啊 中间这个容器是 它吧 是吧 背景色就是这个是吧 不是拼头吧 应该是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应该是这个灰色吧 是吧 灰色啊 好 这样的是吧 这一个灰色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块是吧 下面这块 距离上面是20是吧 370是吧 370的一个大小啊 那么我就写一下啊 这里接着写 接着下面写就行了是吧 里面的这些元素 还是按照正常的什么布局吧 按照文档标来布局就行了 一个人往下推就行了是吧 好 这个的话那么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拿一个这个 menu吧是吧 menu啊 就拿一个menu啊 点menu 好 menu是吧 menu的话那么里面的话是几个什么呢 这个 八个是吧 我刚才用一个ul来写吧 是吧 ul啊 好 ul 然后是点menu是吧 menu 然后里面的什么呢 li是吧 li li li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呢 呃 八个是吧 八个的话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上面有个图片吧 下面有个什么呢 这个名称是不是这样的啊 名称啊 好可以这么写 那么就是 li里面那么可以放一个 放一个a标签 这个a标签的话可以包那个图片吧 可以点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同时的话 下面那个什么呢 下面那个文字的话 我可以什么呢 比如说 给个p标签也可以啊 给个标题的标签也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水果是吧 水果啊 好 那么后面那个东西的话就给一个什么呢 给个啊 这个 给个p标签啊 p标签或者是什么呢 给个什么标题标签 标签也可以啊 标题标签 比如说这个是 这个可以是h1是吧 当然这个可以是h2啊 h2啊 好 比如说我给个h2的标签是吧 h2 啊 这个 这个不对啊 这个应该是给到h2是吧 h2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吧 a标签包的不是文字吧 a标签包的是什么 是图片的啊 不是文字啊 好 这样子啊 这样子整体的话 乘以一个8吧 是吧 整体乘以一个8啊 好 是这样子的啊 好 注意一下啊 好 按一个type键是吧 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呢 我来写一下 它的整个的样式 是吧 整个样式啊 这个是比喻说是这个 警号啊 是吧 好 好 这个写完是吧 这个写完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就做好了是吧 结果这好之后接到我们来写它的样式啊 这个main的这个manual的样式啊 好 manual的样式实际上已经被清空了是吧 它是个ul是吧 实际上它已经被这个reset的设计上给清空了是吧 没有什么样式了啊 好 那么它的话 它的什么呢 宽度我不写吧 宽度不写的话 那么宽度就是百分之百是吧 好 高度的话是370是吧 高度的话是370px转成rem是吧 好 那么的话 然后它有它有一个背景色吧 背景色是什么呢 白色吧 背景色是白色啊 好 然后的话每一个什么呢 它距离上面是不是有20的间距啊 mg top是吧 来个20px转成rem是吧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manual写好之后来看下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几个效果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每个li是吧 每个里面的li啊 看一下啊 好 那么每一个这个li是这样的啊 每一个li就包的这样一个东西是这样的啊 这样一个东西啊 好 我们大概来量一下吧 量一下这个啊 每个li 那么大概是这么宽 这么高是这样的啊 宽度那么高啊 宽度那么是多少呢 算一下啊 宽度是110吧 好 高度是162啊 我们按这个来算就行了啊 110 162 好 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是吧 是不是有个间距啊 是吧 间距啊 这个地方的话 看一下怎么做啊 好 整体的应该外面有个这个间距 间距的话可以 用ul的padding 是不是可以啊 用ul的padding啊 用ul的padding的话怎么样 需要算一下这个尺寸吧 是吧 需要算一下这个尺寸啊 那么我们用 整体的怎么呢 可以这么做啊 好 要不我们外面再包一层吧 包一层就比较好做啊 用外面再包一个什么呢 div啊 包一个div啊 包一个div 这个div什么呢 得manu什么con是这样子啊 manucon啊 把它包一下 好 整体的怎么来进来一点啊 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样式给到什么 manucon上面是吧 manucon啊 好 这个是manu什么呢 con是这样子啊 manucon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是manucon里面的ul吧 是吧 manucon里面的ul 这个ul的话 我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宽和高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或者是什么呢 给他一个marget是吧 好 这个ul ul的话 那么距离上面是多少呢 距离上面是这个 35 是不是这样子啊 距离上面35啊 好 那么的话 他来一个marget是吧 marget那么是 35px是吧 35px是吧 好 三 marget top是吧 marget top 35px啊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给一下这个 最好给一下宽和高 是这样子啊 给宽和高啊 好 宽和高的话 那么整体的我们量一下啊 这个ul是把它整个的包起来啊 是吧 整个包起来 那么大概是 这么这么大的一个大小吧 这个ul啊 好 ul大概这么大啊 这么大的话 大概是300啊 695是吧 695x335吧 695x335啊 695x335啊 好 这个宽度 宽度是695是吧 695x335啊 这个可能会改的啊 好 高度是什么呢 上面没有加分号是吧 这个是 695x335是吧 335啊 335x335x3啊 好 我写的这个rem怎么样 全部都什么 都是什么 可放缩了吧 好 margin呢 再写一下是吧 margin的话 那么margin上面是35px是吧 35px转转rem是吧 好 右边是0 下面是0 左边有个间距是吧 左边的间距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 左边这个是什么 558是吧 55啊 好 55px啊 好 给它个背景寿 给它看一下啊 有哪个够的 好 那么的话 再刷一下看一下 是吧 刷一下看一下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啊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 那么很显然 我们的这个margin 应该是传到上面去了 是吧 传到这个盒子上面去了 吧 那么有个margin top 塌陷 是不是这样的 塌陷的啊 又塌陷的啊 塌陷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把这个main 给它给了一个clear fix 是吧 clear clear fix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是不是就好了 这样子了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那么我来做每个li是吧 每个li啊 好 这里面的每个li可以直接这么写啊 每个li它的宽是多少呢 量一下啊 好 每个li的宽度是110 高度是162是吧 110 162啊 宽是110 110 px2啊 好 要转是吧 110px2 高度是162px2 是吧 转啊 好 然后的话 整体的话 给它来个左浮动吧 float啊 float来个left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吧 放个color 给它来个pink 是吧 好 那么这几个li的话 摆的话 应该是这么摆的 是吧 那么就摆到这里来啊 刷新一下 是不是这么摆啊 是吧 这么摆的啊 好 这么摆之后 那么每个li实际上是应该是摆成 上面四个 下面四个是这样的啊 那么它应该有间距吧 是吧 有间距啊 那么有一个marg right的间距啊 每一个之间的间距看一下是多少啊 应该是这么这么多吧 是这么多一个间距啊 应该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间距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67是吧 67啊 好 marg right的67啊 marg right的给它来个67px啊 67px 然后转吧 转啊 好 转完之后再看一看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整体的怎么样 是不是最后一个摆不下啊 最后一个的话怎么样 应该是不够是吧 不够的话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右摆的矿度给多一点 是不是就行呢 把给多一点啊 比如说给到10 10 18啊 18 看一下啊 18就摆下了是吧 18就摆下之后 嗯 这个不对啊 对啊 我说距离不小心不动 嗯 嗯 这个 这个 这个错了啊 这个 55px啊 转一下啊 这个错了啊 刷新一下是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是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UL的宽度是不是撑出去了 是吧 UL的宽度应该撑出去了 因为我把UL改成了18数量的 那么外面这个什么 来个裁切吧 裁切一下啊 这个跟我们前面有个例子很像是吧 我们前面是不是做了一个图片列表的例子啊 这个很像啊 好 这个再刷新一下啊 好 好 大概做这种效果是吧 这种效果啊 好 这种效果的话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在单独的给样式吧 是吧 单独给样式 比如说每一个 每一个里面怎么样 是有一个A标签是吧 每个里面有个A标签啊 A标签的话 我们就给什么呢 给这个 把它作为一个块是吧 做一块 然后就放背景图吧 放背景图啊 好 把A标签做一下吧 那么每个里面的这个A标签啊 每个里面的A啊 然后的话 不认是行列元素吧 把整个行列元素啊 Display Block啊 然后的话 宽度 宽度应该是和这个宽度一样是吧 宽度是2.75是吧 2.75 好 宽度我不给 是不是 这是等于它的Li的宽度啊 好 高度给一下啊 高度的话 他们就是 高度应该也是什么呢 110吧 高度110啊 Heat 110 PX 转一下 好 好 那么这是A 是吧 然后的话 给它一个背景图 是吧 白贯了啊 好 背景图的话 那么和这个背景图是一样的 是吧 把背景图给卡过来啊 同样一个背景图啊 这个缩放也可以拿过来啊 缩放也可以拿过来 因为背景图都要缩放吧 都要缩放啊 好 那么的话 它就是这个 是吧 Left Top 那么就 这个是Left 这个就不是Top的吧 这个往上提吧 网上提多少呢 来量一下就行了 是吧 那么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是吧 那么量一下 它到底有多少啊 这个是吧 121吧 是吧 121啊 好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是 负的 121 PX 是吧 转一下 是吧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每个这个苹果是放进来了 每个苹果都放进来了啊 好 这个背景色也取消一下啊 好 这个LI的背景色先不要 那么就是这样子了 是吧 这样子啊 好 刷新一下 好 这样子啊 好 那个背景也不要啊 那个背景 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也不要了啊 这个够的 好 刷新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我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跟那个什么一样做啊 跟那个什么 跟PC上是不是一样做了是吧 量度上写多少 是不是很方便啊 好 看一下啊 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整体这个是不是可以放缩啊 看见没有 是吧 整体可以放缩吧 没问题吧 是吧 好 这个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iphone6 好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裁切 大家看没有 这右边是吧 这个图啊 稍微有一点点裁切 好像啊 好 稍微有点裁切啊 这个右边这个地方啊 有点裁切啊 用裁切的话 我们可以把宽度给多一点啊 宽度给多一点 宽度再给多一点 那么假如说是每个每个Li的宽度 2.75啊 假如说2.8是吧 2.8啊 好 假如说是2.8的话 2.8啊 多给一点啊 多给一点之后 那么Market Right的话 刚才是给它 刚才是多少 0.75吧 给它0.05是吧 0.05啊 给它0.05 0.05啊 这个是什么样呢 给个2是吧 这个可以啊 给多一点啊 好 这个就给个0.2.8啊 2.8 好 好 这个给完之后再来看一下效果啊 就是容器的话 现在稍微大一点 不要被图像进行裁切了啊 刷新一下是吧 这是不是稍微好了 好了吧 好 大家是这样子啊 好 那么制作的方法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图片列表的一个例子类似的啊 好 大家还记彼着这个这个例子啊 这个 这个例子大家记不记得啊 是吧 我这个U要给宽一点吧 是吧 然后把它摆下来 然后的话 这个外面裁切一下 是这样子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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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